光复箱公所积极向上级单位争取重新改善光复失职会公园 打造成光复箱的入口意向 并串联了吉利潭区成为光复箱新油气景点 获得了重管处的经费支持 乡长林清水表示说 争取推动两年多 整个计划在今年渴望可以成行 从2020年开始 光复箱公所从规划提报向上争取到去年 获得观光局化动众馆处支持 现场会刊讨论不下数次 在虎年新春之际 马滩公园改善计划终于有了结果 我们要的失职会公园 已经成功了很久了 然后我们感谢化动众馆处国处长 与他们同仁来重新帮我们来规划 我们这个失职公园 后面改善马滩公园 观光局化动众馆处 全力支持光复箱公所 重新规划整顿失职会公园 除了已经正式证明为马滩公园之外 下一步则是首先将市资2000多万元 就在台九县马滩西桥南下路旁 重新设置光复箱的新入口意向 同时将串联吉利潭区 营造光复箱新的油气景点 最重要是我们的一个入口意向 那就到那个光复箱 光复箱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这边也变成个休息站 也可以作为我们进去 我们吉利潭的一个中土站 所以如果规划起来 产地有方便也有了 应该是蛮不错的 年前与观光局华东众馆 出相关客室主管 共同到场会刊的 乡长林清水万分感谢 中央单位支持地方的建设发展 也信心十足的表示 推动也争取两年多的计划 今年水到渠成 渴望落实执行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